有甚麼反骨 很熱 現在畫面上的動靜不太多 警方還是繼續驅趕示威者離開 不過這次的示威者和警方的對視 已經持續了超過兩個小時 這次的示威者已經被警方 由天馬公園驅趕向會展那邊的方向 然後由演藝那邊走出告示打道那邊 而我們現在畫面轉回來看天馬公園裏面 仍然有為數比較多的示威者和警方對視 警方已經展示了紅旗 就叫示威者停止衝擊 否則會使用武力 警方已經展示了紅旗 今晚較早時分在立法會那邊 我們都曾經見過警方出示紅旗 叫示威者不要使用武力 不要衝擊 否則會使用武力 之後警方向示威者 都有用過胡椒噴霧 以及有用過警棍就是驅趕示威者 雙方在立法會那邊 都曾經有人受傷 包括了警方和示威者都有人受傷 畫面我們現在又看看 告示打渡的情況 告示打渡有很多示威者 被警方由天馬公園那邊 驅趕過來匯展的方向 然後被驅趕出來告示打渡這一邊 在灣仔的告示打渡 即是近著灣仔警察總部附近 而告示打渡其實是還有車行的 所以現在看到馬路上的車 都是停了在那裡 現在畫面看到有很多示威者 就是在告示打渡上 被警方驅趕過來這一邊 剛才畫面看上去 若然這樣看上去 應該都起碼有二、三百個示威者 在這邊 就佔據了告示打渡半邊的行車 這半邊就是告示打渡的東行線 有的士乘客就下車了 因為的士不可以再向前走 好…再見… 示威者… 示威者亦都在告示打渡上 有部份就繼續向著灣仔 銅鑼灣那邊的方向很慢地走 繼續… 現在深夜時分 馬路上的車就不算很多 不過也有部份的車被影響停下了 現在畫面看到 應該是的士乘客下車 有部份的車 示威者又再找到一些鐵馬 放到告示打渡上面 這班示威者就是被警方 由龍和道、天馬公園驅散過來這一邊 就來了告示打渡 示威者又再拿起鐵馬 封鎖了告示打渡的東行線 這裏就是演藝學院的附近 都可以相信這些鐵馬 是警方原先放在告示打渡附近的行人路上的 但當示威者來到告示打渡的時候 他們就把這些鐵馬搬出馬路上 也組成了一些鐵馬陣 推向告示打渡的東行線 畫面的示威者數目其實都不少 粗略估計都有二、三百人 有部份的車都要在這個演藝學院 告示打渡的位置 就是嘗試轉彎走另一條路離開 他們就嘗試由告示打渡 轉入去昏域街離開 就不再走告示打渡的東行線 包括了的士、小巴、私家車等等 原本由中環那邊 就駛告示打渡的東行線 來到演藝學院這裏 就因為前路被示威者封鎖了 被迫是要轉左 向昏域街那邊 就是離開的 而示威者被驅趕來到告示打到這裏之後 其實現場我們暫時是沒有見到有警方的 警方之前就是把示威者由天馬公園 驅散向迴展方向 驅散了一段路之後 警方就離開了 而示威者就轉移 就是走了出來告示打渡這裏 在行車路上就是有警車有警員 終於有少量的警員 就是來到現場生活 但是數目比較少 初來估計大約只有20人左右 現在畫面見到宅灣仔警署轉到告示打渡的 行車線上面 行車天橋 現在行車天橋的下面 就是示威者佔據告示打渡 搬出了不少的鐵馬 但是警方的人數 現在就是遠遠不及示威者的人數 反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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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威者繼續叫出他們的訴求 就是反送中 反對逃犯條例的修訂 但是要說要是來對付的 對付的角色 匝額上是說 我們先把這場面的 各個也要來 只好出來 那門的眼神 該不是這麼多地 還有一場面 看來是 我們先來